近日在四川成都以外卖站点内 站点工作人员在收到龙亚外卖起手安保山的暗语后 立刻帮他联系Google通知取餐地点 今年32岁的安保山来自甘肃 是一位拥有两年送餐经验的无声外卖起手 现在他每天能跑40单到60单外卖 去商家取餐的时候 我用手语笔划取餐号 有时商家看不懂我手语 我把手机订单给商家看一下就取到餐了 通知顾客来取餐的时候 沟通肯定有点困难 因为我不能打电话说话 只能发短信或APP在线联系 顾客有时候没回信 我只好找站长或调读员帮忙打电话 叫顾客下来取 安保山所在站点的站长张安全介绍 站点现有115位外卖起手 其中有6位无声外卖起手 这些特别的起手们平均每人每月 单量在800单到1000单 好评数更是长期位列站点前列 他们6个人上班的话 比其他起手还更努力 更认真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努力了 付出了就有收获 他们的收入的话 在整个站点来说也是中等偏上的 他们平均工资的话 应该是在5000以上 好评的话都是整个站点前 一二三名都是他们就是说无声起手的 因为可能是很多客人 看到他们发短信之后 就是觉得他们不容易 然后很多客人都会点好评 在该站点的好评数培养榜上 安保山高居第二 安保山说 相比于跑单量 他更看重顾客的好评 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看到顾客的评论 我感到很温馨又很开心 今后还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坚持微笑365天 如今最早开始送外卖的安保山 已经成为站点 其他无声外卖起手的老师 闲暇时间里 安保山便在微信群或是站点内进行交流培训 帮助同事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 我来自河北 我来成都跑外卖第一天 就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不熟悉地形 哪些单子是极单 哪些单子不是极单 也不清楚 我找了个师傅 师傅叫安保山 他教我多跑多计就好了 安保山坦言 无声起手团队中的许多人都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但送外卖是眼下他们认为最合适最书信的工作了 虽然送外卖非常辛苦 但工作很快乐 上班时可以在骑车配送途中感受美好的风景 我也想过放弃 但是社会上很多聋哑人其实并不好找工作 我会继续做好外卖工作 我会继续做好外卖工作 depar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